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意思是一律 哪一个都同样 没有例外 比如说文章千篇一律で退屈だ 文章千篇一律很无趣 一律には論じられない 不能一概而论 金金は一律に12%引き上げられた 工资一律上涨12% 下面个词汇 一忧 一忧是一个名词 同时也是一个形容动词 他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是一样 同样 比如说 委员们一致反对 或者 皆一忧に彼女の話にうなずいていた 大家一直对她的话点头认同 一忧的第二个意思是平常 普通 比如说 人就一忧の人物ではない 不是寻常人 下面个词汇 因き 因き是一个形容动词 它的意思是天气 气氛 性格等音域不开了 比如说 息子は因きな性格だから なかなか友達ができない 儿子性格因育 很难交到朋友 或者 因きな顾をしている 面容忧郁 この店は建物が古くて 雰囲気が因きだ 这个建筑物很旧 感觉很阴暗 下面一个词汇 円滑 円滑是一个形容动词 它的意思是圆滑 圆满 顺利 协调 比如说 二人の仲が円滑にいかない 二人的关系不怎么和谐 或者 ちょっとした挨拶が近所付き合いを円滑にする 简单的问候 有助于搞好邻里关系 円滑这个词曾经两次出现在日语能力考试一期中 他第一次出现是在1998年的时候 这一次他以选择正确读音的方式出现 我们来看一下真题 会の存続について 冒頭から激しい議論が交わされたが 司会者の手際はが良く 会議は円滑に進み 接中安ながらも結論が出せた 从一开始就对协会的存亡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但是会议主持人把握得当 使得会议顺利进行 虽然是折中方案 但也算得出了結論 円滑第二次出现在日语能力考试一期中 是在2010年的12月 下面我们也来看一下真题 交渉が進み 無事に契約することができた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選項3 円滑に 交涉順利进行 最终得以圆满欠了合同 選項1しとやか 和選項2しなやか 我会在第18課的课件中进行详细讲解 选項4 セイキュー 意思是性急急躁 比如说 セイキューな結論は失敗のもとだ 性急的得出結論会导致失敗 下面一个詞汇 大柄 大柄是一个名词同时也是一个形容动词 它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是身量大 价大 比如说大柄的女性が隣に座った 一个身材高大的女性坐在了我的旁边 彼は年齢の割には大柄だ 照她的年龄来说她个头比较大 大柄的第二个意思是大花样大花纹 比如说彼女には大柄の着物がよく似合う 她适合穿大花纹的和服 下面一个词汇温和 温和是一个名词同时也是一个形容动词 它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是温和温暖 比如说日本の気候は温和だ 日本的气候很温和 温和的第二个意思是温和温柔柔和 比如说性質の温和な人 性情温和的人 或者彼は温和な意見を持っている 他持有温和的意见 下面一个词 画期的 画期的是一个形容动词 意思是花痴的花时代的 比如说全ての癌に効く画期的な新薬の登場が期待されている 期待能治疗所有癌症的花时代的信用 或者女性が医者になるのは 当時としては画期的なことだった 女性当医生在当时是花时代的事情 画期的这个词曾经在2011年7月日语能力考试A中以选择进一词的方式出现 我们来看一下真题 この映画は画期的な手法で制作された 这个电影使用了花时代的手法制作 选项一 広く知られている 广为人知 选项二 最近では珍しい 最近很稀有 选项三 非常に時間がかかる 非常花时间 选项四 今までになく 新しい 迄今没有的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选项四 今までになく 新しい 迄今没有的 下面一个词汇 頑固 頑固是一个形容动词 它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是顽固 固执 比如说 その男子には会ったことないと 彼は頑固に主張した 他十分坚强地说 绝对没有见过那个男人 頑固的第二个意思是 久之不遇的病 固疾 比如说 彼は頑固な水虫に悩まされている 他苦于久之不遇的狡气 或者 頑固な汚れを落とす洗剤 去除頑固污渍的洗涤剂 頑固这个词 曾经在2006年的日语能力考试 一集中出现过 我们来看一下真题 あの人は一度決めたら 他人の意見を聞かない 那人だ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选项四 甘固 那个人一旦决定了就不听他人的意见 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 选项一 肯定的第二个意思是 健壮 强健 比如说 彼の体は すくぶる頑丈だ 他的身体 一方位健壮 下面一个词 肝心 肝心是一个名词 同时也是一个形容动词 他的意思是重要 紧要 关键 比如说 肝心の時になって 彼はどこかへ行ってしまった 关键的时候 他不知道去哪了 或者 もうすぐ送別会が始まるのに 肝心の主役がまだ到着していない 送别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但是重要的主角还没到 肝心这个词 也曾经两次出现在日语能力考试中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他在2011年7月 以选择正确读音的方式 出现在日语能力考试 N1中的真题 何事も始めが肝心だ 无论任何事 最开始是最关键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他在2005年出现在 日语能力考试一集中的真题 みんな揃ったのに な人がまだ来ない 这道题的正确的案是 选项2 肝心 大家都到齐了 但是关键的人物还没来 选项1 格別的意思是 特别特殊格外 比如说 格別の待遇を受ける 享受特别待遇 选项3 貴重 宝贵 珍贵 比如说 貴重な体験 宝贵的体验 选项4 重大 的意思是 重大 重要 严重 比如说 重大な局面を迎える 迎来重要局面 接下来的一个词汇是 関索 関索是一个名词 同时也是一个形容动词 它的意思是 简单 朴素 简朴 比如说 家族だけの結婚式を 簡素に挙げるつもりです 打算举行只有家人参加的 简朴婚礼 或者 茶室は 簡素な失礼が特徴だ 布置简朴是日本茶室的特征 簡素 疾素 滋味 这三个词汇都有朴素的意思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比较一下 它们在日文原译上有哪些不同 首先 簡素的意思是 無駄をなくして 疾素なこと 不浪费 很朴素 比如说 手续简单化 而 疾素 它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是指 飾らないこと 素朴なこと 不装是很质朴 比如说 疾素な服装をする 朴素的服装 疾素的第二个意思是 怒らず つつましいこと 賢悪なこと 意思是 不奢侈 节俭 比如说 疾素な生活 节俭的生活 而 滋味 它的意思是 服装や性格が 果てでないこと 苦心でいること 服装 或者性格不招摇 朴素 比如说 じみな服 朴素的服装 或者 じみにクラス 简单的生活 通过以上的比较 我们可以得出 しそ じみ 多用于服装 或者生活 比较低调 不引人注目 而 じみ 还可以用于人的性格 比较口语化 但是 かんそ 侧重省去 不必要的程序 或者事物 不浪费 かんそ 这个词 曾经在 2012年7月的 日语能力考试 N1中 以选择 近一次的方式出现 下面 我们就来看一下 真题 その部屋にある家具は どれも かんそ な デザインのものだった 那个房间里的家具 无论哪个 都样式简单 选项1 クールな 酷 选项2 モダンな 时髦 モダン 选项3 ユニークな 独特 独一无二 选项4 シンプルな 单纯 质朴 所以 这道题的正确的案是 选项4 シンプルな 单纯质朴 学完了以上的内容 我们来做几道练习题 巩固一下 这道题的正确的案是 选项4 一切 一切这个词的意思是 一切全部都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用会员的会费 维持所有的费用 选项1 一层的意思是 更越发 更加 比如说 風は一層ひどくなった 风越来越大了 选项2 一切用 在本课中 我已经详细讲解过了 它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是 一样 同样 第二个意思是 平常 普通 选项3 一切りつ 在本课中 我也详细讲解过了 它的意思是 一律 哪一个都同样 没有例外 第二题 第二题是一道选择 进一词的题目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何事も努力が肯定的 无论任何事 努力最重要 选项1 有力 选项2 妥当妥善 选项3 重要的 重要 选项4 得意的 擅长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的暗示 选项3 重要的 重要 第三题 第三题曾经在 2011年12月的 日语能力考试 N1中 以选择正确用法的 方式出现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真题 1 1- 这个文章の文章は疾悻で とても分かりやすい 2- もう少し値段の疾悻な ツアーはありませんか 3- 経験は疾悻でも やる気のある人を採用したい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选项四 不买没用的东西过着简朴的生活 选项一应该替换成簡単、简单 意思是这篇文章很简单非常易懂 选项二应该替换成安适、便宜 意思是有没有再便宜一点的旅行团 选项三应该替换成不足、缺乏、不足 想录用即使缺乏经验也有干净的人 做完了练习题我们接着进入下面的学习 下面一个词汇完璧 完璧是一个名词同时也是一个形容动词 它的意思是完美、完善、十全十美 比如说完璧な人間はいない 没有完美无缺的人 或者 彼女は何をやるにも完璧でないと気が済まないタイプだ 她是那种无论做什么都要做得完美的人 完璧这个词曾经在2004年的日语能力考试A中 以选择正确用法的方式出现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真题 1.あの俳優の完璧な演技には驚いた 2.彼はいつも任務を完璧します 3.この薬の取扱いには完璧気をつけること 4.この書类は完璧的でどこにも間違いがありません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选项1 あの俳優の完璧な演技には驚いた 5.那个演员完璧的演技让人叹为观止 6.选项2.应该替换成完成 6.完成 6.意思是他总是会完成任务 6.选项3.应该替换成特に 6.特别 7.在使用这个钥匙要特别小心 7.选项4.不加任何词汇 7.意思是这个资料没有任何错误 8.下面一个词 8.勘用 8.勘用是一个名词 8.同时也是一个形容动词 8.它还是一个三变他动词 8.它的意思是宽恕 9.宽容容容许容忍 9.比如说 9.彼女は他人の小さな蜜には 9.寛容な態度を取ることができる 9.他对他人的小错误态度宽容 9.彼女は彼の慈善なやり方に 9.どうしても寛容になれなかった 9.他对他的草率做法 9.无论如何都无法容忍 10.下面个词 9.気軽 9.気軽是一个形容动词 9.意思是轻松愉快 10.舒畅爽快 10.或者随便随意 10.比如说 9.気軽な服装でお越しください 10.请不用穿得那么正式前来 11.或者 11.いつも気軽にお立ち寄りください 11.随时请随便来坐一坐 11.下面一个词 11.キザ 11.キザ是一个名词 11.同时也是一个形容动词 12.它的意思是装模作样 12.装腔作势 12.花哨 12.刺眼 12.讨厌 12.比如说 12.キザなものの言い方をする 12.装模作样的说 12.或者 12.赤いネクダイはキザだと思う 12.我觉得红领带太花哨 12.キザ这个词 13.曾经在2009年12月的日语能力考试一集中 13.以选择正确用法的题目出现 13.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真题 13.母亲的味噌汁はとてもキザな味がして美味しい 13.野原にはキザな花がたくさん咲いています 13.彼女はずらりと長いキザな指をしている 14.彼は女性と話すときはいつもキザなことを言う 14.彼は女性と話すときはいつもキザなことを言う 14.他和女性说话的时候 14.经常说些装模作样的事 15.选项1.应该替换成 14.素朴く 14.朴实 14.意思是 14.妈妈做的味噌汤 14.味道朴实 14.很好喝 14.选项2.应该替换成 14.美丽 14.意思是 14.野地上开满了美丽的花 15.选项3.应该替换成 16.纤细 16.意思是 16.他长着一双细长纤细的手 16.下面一个词 16.窮屈 16.窮屈是一个名词 16.同时也是一个形容动词 16.它有三个意思 16.第一个意思是 16.窄小 16.狭窄 16.或者衣服或鞋子的瘦小 16.比如说 16.太太了 16.ズボンが窮屈になった 16.变胖了 16.所以觉得裤子紧了 16.或者 16.彼らは三人で一部屋という窮屈な状態で暮らしている 16.他们三人住在一个房间里过着拥挤的生活 16.窮屈的第二个意思是 16.感到受拘束 16.不舒畅 16.不自在 16.比如说 16.家里有のは窮屈的 16.在叔叔家里觉得拘束 16.窮屈的第三个意思是 16.缺乏通融性 16.死板 16.比如说 16.窮屈な拘束には 16.对死板的校规 16.觉得很厌烦 16.下面一个字 16.極端 16.極端是一个神龙洞词 16.意思是极端 16.比如说 16.極端な禁食财政は 16.返回带 16.景気を悪化させるだろう 16.过度的紧缩财政 16.反而会让景気恶化 16.或者 16.極端な言い方をすれば 16.彼女は 16.僕を騙したのだ 16.说的极端一点 16.他把我骗了 16.極端这个词 16.曾经在2000年的 16.日语能力考试一集中 16.以选择正确用法的题目出现 16.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真题 16.極端なダイエットは 16.体に悪い 16.あの人は大好きか大嫌いかで 16.中間がない 16.極端的 16.南極と北極は 16.地球の極端だ 16.極端ぶって 16.過激なことばかりする 16.这道题的正确的案是 16.选项1 16.極端なダイエットは 16.体に悪い 16.極端的減肥 16.对身体有害 16.选项2 16.应该替換成 16.極端だ 16.而不是 16.極端的 16.意思是 16.那个人 16.要么很喜欢 16.要么很讨厌 16.没有中间 16.非常极端 16.选项3 16.应该替換成 16.両極端 16.两极 16.意思是 16.南极和北极 16.是地球的两极 16.选项4 16.应该替換成 16.可激派 16.过激派 16.意思是 16.装作过激派 16.竟做一些过激的事情 16.下面一个词 16.強烈 16.強烈 16.是一个形容动词 16.它的意思是 16.强烈 16.比如说 16.彼らは 16.強烈な刺激を求 16.都会に出た 16.他寻求 16.强烈的刺激 16.去了大城市 16.或者 16.その映画は 16.彼に 16.強烈な印象を与えた 16.那部电影 16.给他留下了 16.强烈的印象 16.下面一个词 16.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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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选项二 人を軽率に批判するのはやめた方がいい 不要轻率的批评人 这道题考察的是軽率的用法 軽率不能作为三遍論词使用 此外軽率虽然有名词的词性 但不能单独作为名词使用 軽率这个词除了軽率の阻止力以外 一般也不修饰其他名词 下面一个词 健在 健在是一个名词同时也是一个形容动词 意思是健在 比如说 ご両親はご健在ですか 您的双亲还健在吗 或者 老大の中でも大使館は健在だった 在动乱中大使館依然健在 下面一个词 健全 健全是一个形容动词 它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是指 身体精神健康健全 比如说 身体が健全に発達する 身体发育健康 健全的第二个意思是 健全坚实稳固 指的是状态 见解等稳妥可靠 可以让人放心的状态 比如说 会社の財政は健全な状態にある 公司的财政处于坚实状态 健全这个词 曾经在2004年的日语能力考试 一集中出现过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真题 子供に見せたい 那番組が少なくなった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选项三 健全 想让孩子看的健康节目变少了 选项一 保健的意思是保健保护健康 比如说 保健所 选项二 健庄健康硬朗 比如说 您身体硬朗比什么都重要 选项四 健在 我刚刚讲过 它的意思是健在 学完了以上的内容 我们来做几道练习题巩固一下 大家 練習待期間ですよ ちょっと 練習しようね 第二题 理由も聞かずに 子供を叱ったのは軽率だった 不问原有的批评孩子是非常轻率的 选项一 不注意的意思是不小心 选项二 不機嫌的意思是不高兴 选项三 非常式的意思是没有常识 选项四 非合法的意思是非法 所以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选项三 非常式 没有常识 第二题 その場で私は いわゆる の選択というものに 追われた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选项二 究極 究極这个词 我在第二课的课件中 已经详细讲解过了 它的意思是 必尽 究竟 最终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 我当时陷入了所谓的最终选择 选项一 救援 在第一课的课件中 我也详细讲解过了 它的意思是 救援 支援 选项三 窮图 我在本课中刚刚讲过 选项四 休息 的意思是 供给伙食 提供饮食 比如说 休息 学校伙食费 做完了练习题 我们接着进入下面的学习 下面一个词汇 厌密 厌密是一个形容动词 它的意思是 严密 周密 严格 比如说 厌密な身元調査を行う 进行严格的身份调查 或者 厌密に言えば 彼は学者ではない 严格的说 他不是学者 厌密这个词 曾经在2005年的日语能力考试 一集中出现过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真题 裁判では法律の 厌密的关系 亲密的关系 选项四 精密的意思是 精密细致 精细精确 比如说 精密な地図 精密的地图 下面一个词汇 厌密 厌密 是一个形容动词 意思是 鲜明 明智 高明 比如说 リーダーの 厌密な判断のおかげで 難局を 切り抜けることができた 由于 代表人 明智的判断 摆脱了困难局面 我が社が あの取引から 手を引いたのは 厌密だった 我们公司 从那个交易中 撤出来 是非常明智的 厌密 这个词 曾经两次 以选择正确读音的方式 出现在日语能力考试 一集中 第一次是在1999年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将这个精心献给 多年以来 支持他的贤惠妻子 厌密 这个词 以选择正确读音的方式 第二次出现在 日语能力考试一集中 是2007年 我们具体看一下 事態を把握し 問題点を認識したら 直立に対処するのが 厌密だ 把握事態 认识到问题所在 马上处理 是明智之举 下面一个词汇 奸役 奸役是一个名词 同时也是一个形容动词 它还是一个 撒遍他动词 奸役的意思是 节约节省 减省减约 比如说 他说的内容过于高深 一般大众理解不了 交渉这个词曾经在2006年的 日语能力考试一集中出现过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真题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选项2 拉小提琴是一个高尚趣味 选项1应该替换成立派 意思是想学他优雅的举止 选项3可以替换成高級高档 这一带都是高档住宅区 选项4应该替换成高価 价格高 意思是这个手表价格非常高 下面一个词汇 巧妙 巧妙是一个名词 同时也是一个形容动词 意思是做事的方法巧妙 比如说 巧妙な仕掛けで熊を捉える 设置巧妙的圈套补凶 巧妙な策略を練る 想出巧妙的计策 巧妙这个词 曾经在2009年12月日语能力考试一集中 以选择正确用法的题目出现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 1. 巧妙なやり方で お年寄りから金を騙し取っていた男が逮捕された 2. あの料理人の巧妙な腕が店に多くの客を集めている 3. 庭の家団を手入れしたので 以前に比べて巧妙になった 4. 家のペットは顔がとても巧妙で可愛らしい 自動提出的政治男子 選相E 巧妙なやり方で お年寄りから金を騙し取っていた男が逮捕された 用巧妙的方法 从老年人那里骗取钱的男人被逮捕了 选项R 什么也不佳 去掉巧妙な就可以了 あの料理人の腕が店に多くの客を集めている 意思是 那个厨师的手衣招来了很多顾客 选项3 应该替換成綺麗 漂亮 意思是 因为整理了庭院的花坛 所以变得比以前漂亮了 选项4 应该替換成 小 或者直接去掉 公妙で 意思是 我们家的宠物脸很小 很可爱 或者直接变成 我们家的宠物脸很可爱 下面一个词 自在 自在是一个名词 同时也是一个形容动词 它的意思是 自由自在 自如随意 比如说 彼女は コンピューターを 自在に使うことができる 他能够自如运用电脑 或者 彼はネイティブのように 英語自在に操る 他像母语那样 将英语运用自如 下面一个词汇 迅速 迅速是一个名词 同时也是一个形容动词 它的意思是 迅速 比如说 迅速事件 或者 苦情には迅速な対応が求められる 要求迅速处理不满意见 迅速这个词到目前为止 曾经两次出现在任意能力考试一集中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他在1999年 以选择正确读音方式出现的真体 どんな問題が起きても 柔軟かつ迅速にことを収めるので 彼を崇拝している部下も多い 无论发生任何问题 因为他能够灵活且迅速的处理 所以崇拜他的部下很多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他在1994年出现的真体 非常直には 行動が要求される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选项三 迅速な 意思是 非常时期 要求迅速行动 选项一 切実 的意思是 切实迫切 比如说 切実な願い 切实的愿望 选项二 敏感 的意思是 敏感感觉敏锐 比如说 音に対して 敏感である 对声音很敏感 选项四 頻繁 的意思是 平凡履次 比如说 頻繁に起こる出来事 平凡发生的事情 接下来的一个词汇是 生徒 生徒是一个名词 同时也是一个形容动词 它的意思是 正当 合理 合法 公正 比如说 このお金は正当な手段で得たものだ 这个钱是用正规手段获得的 或者 彼は正当な理由なく 欠席した 他没有正当理由 就缺席了 本课 建中的最后一个词汇是 生前 生前是一个形容动词 它的意思是 有条不紊 紧紧有条 整齐 规则 紧然 比如说 キッチンには 調理器具が 清然と並んでいる 厨房里 烹调用品 竟然有趣 彼の説明は 理路を清然としていて 分かりやすい 它的説明思路清晰 浅显易懂 学完了以上的内容 接下来我们再来做三道練習题 巩固一下以上的学习 第一题 第一题是一道真题 它曾经出现在2008年的日语能力考试一集中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Energyの確保は多くの国で な問題になっている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选项4 切実 确保能源在很多国家都成为了迫切问题 选项1 ジンソク 在本课的课件中 我已经详细讲解过了 它的意思是迅速 选项2 ゲンジュ 的意思是严重 严格严厉 比如说 ゲンジュナ検査をする 进行严格检查 选项3 極端 在本课中 我也详细讲解过了 它的意思是极端 第二题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选项2 记载 那个年轻钢琴师自如的演奏 选项1 活発的意思是活泼活跃 比如说 妹妹性格活泼 选项3 不求 它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是破裂失败不成功 比如说 随谈以失败告终 不求的第二个意思是不顺利不舒服 比如说 身体的不舒服 身体的不舒服 体的不舒服 素说身体不舒服 选项4 敏感 在本课的课件中 我也详细讲解过了 它的意思是敏感 感觉敏锐 第三题 第三题是一道选择正确用法的题目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1 整整と言えないことがある 2 彼の論文は整整としている 3 整整としてどうしたらよいか わからなかった 4 彼はクラスで整整トップだ 这道题的正确的案是 选项2 彼の論文は整整としている 它的论文仅仅有条 选项1应该替换成 公然公开 意思是 有不能公开说的事 选项3应该替换成 百然 含糊 模糊 意思是 茫然不知所措 选项4应该替换成 当然 显然 绝对 意思是 它在班级里绝对是第一名 以上就是第16课的内容 内容比较多 希望同学们课下好好复习 今天的课就先上到这里吧 同学们 再见